退出歌坛可能对我来讲 也是一件好事 生病很伟大吗 当然不伟大 生病很委屈 我觉得生病很委屈 那我如果用生病来骗你的票 那我觉得我更委屈了 如果要用生病的这件事情 来骗取你的同情票 很不聪明 因为生病是既定的事实 它改变不了 纵使你认为说 亚文你生病了 生病怎么样 生病很伟大吗 当然不伟大 生病很委屈 我觉得生病很委屈 那我如果用生病来骗你的票 那我觉得我更委屈了 而且还要这么辛苦的 在台上唱歌 为何呢 对啊 为何呢 没有必要 而且这是一个很不聪明的做法 如果要用生病的这件事情 来骗取你的同情票 很不聪明 因为生病是既定的事实 它改变不了 我那个病是不会好 这个就不用再宣传了 它绝对不会好 那不会好我要看开啊 我要正向啊 我要正向的思考 正向的面对啊 我不需要你在落井下石啊 当我 如果往生的那一天啊 我会想说我那些歌会不会被挖出来 由谁来唱呢 我要不要指定由谁来唱这些歌呢 来传唱呢 又想想算了啦 如果那时候都没有办法唱到这些歌曲的话 就火化掉就好了 不行不行不行 太浪费了 而且我们觉得老师还可以再唱好几年 好几十年都可以 退出歌坛可能对我来讲也是一件好事 可是有一件事情让我有点挫折 就是那时候我决定要退出 我去一家那个诊所 应征 应征护士 结果那个医生一看了我 就说 哎哟 你这个已经做歌手了 要来做我们这次 你怎么可能做会久 我给你习惯 没几天你走 我就要重新再习惯人 我听了我心里很难过 我说原来现在已经有人认识我 那怎么办呢 我不能再找其他工作了 然后又唱片公司的老板 又一直觉得说 你的声音绝对可以独当一面的